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星巴克的早餐跟便当 星巴克 错了 不是星巴克 是 好士多的 好士多披萨的早餐 与便当 我们昨天买了一个 好士多的 大披萨 然后呢 分吃分吃 分吃再分吃 分吃到今天就剩下了 四份披萨 所以呢我们把它弄成今天的早餐 披萨 这份就是待会要烤的早餐披萨 另外一个就是 已经准备好 今天在披萨便当盒的披萨 OK 那我们现在再弯回去看看 这份的早餐披萨 怎么样进入烤箱来烘烤 烤箱里面的变化 探索一下 我们已经到烤箱了 所以我们就把这份披萨 放入烤箱 放起来 烤箱的转盘 转动 然后 然后 我们再来注意 烤箱里面的变化 烤箱的下温度 烤箱的上温度 烤箱的上温度 烤箱的两边的温度 都在包吹烤箱 烤的魅力 好 OK 这个烤出来的披萨 我们待会再观察一下 先看点 烤箱跳起来了 结束了 这就是我们 而且闻到了 烤箱的味道 哦 会烫熟 好 烤箱跳起来 这就是我们烤出来的披萨 哎 哎 哎